就一條線 這麼固執 就這樣想 不會變 這一段中主要的意思 注意聽就是 遇到逆境 空波的時候 也很好啊 滿波的時候 也很好啊 滿眾生的願啊 所以我的學生來跟我說 師傅 我現在沒有工作了 我說 很好啊 你終於有時間念 復賢行願品啦 你平常不是跟我 催催催催催念 一直工作很忙 家庭很忙 工作很累 你都沒有時間修行 很好啊 你怎麼不知道是阿彌陀佛故意把你FIRE的呢 待會你後面的經文 你就會知道 因為不FIRE你的話 你就不知道 世間很苦啊 那你哪會精進修行呢 所以好跟壞沒有絕對的 當然假如你現在生意做得很好 你要感覺 很好啊 我要感謝三寶 感謝眾生 貴人相助 親朋好友 越因為好 你應該發大心去幫助更多更多的人啊 這個就是有善根的人 而不是說賺了很多錢 卻自己去享受 還造惡業 對不對 一期不夠要兩期 兩期要三期 還四五期 對不對 那這樣不好啊 接下來再看 遇到逆境的時候 請看 七十三頁底下 對於碰到罵我們的人 或讚嘆我們的敵人的人 我們要修忍辱 他罵我的時候 你要想想 我能不能念起阿彌陀佛 你不要再頂他的嘴 我非要把他罵回去 罵回去又怎麼樣嗎 對不對 你又不會多一塊肉 難道你長一個腳嗎 人有時候就是呢 忍不下那一口氣 忍不下那一口氣的話 你臨命中的時候就很危險的 為什麼呢 我們要思維他們罵我們的人 讚嘆我們的人 他們也是眾生 他也有佛性 我們不是發願眾生無邊是願度嗎 那現在在你見面前的眾生 你怎麼不度他咧 甚至進一步 假如我們運用在波爾波羅蜜的法門裡面 你要關照 剛才我說過 人家罵你的話 聲音也是無自性的 空性的 為什麼你要把罵你的話 永遠放在你內心裡呢 讓你自己永遠恨眾生呢 恨眾生的話 其實你就呢 破了菩薩界的 菩薩是不可以捨棄一切的眾生 不管好的眾生 壞的眾生 菩薩永遠不捨棄一切眾生 但是到這裡要注意聽喔 好吧 那人家罵我們也如如不動 人家讚嘆我們也如如不動 好 誰人講我 我都不動 就一批一天下無難事 不對 這是無名跟愚痴的想法 不可以這樣講 如如不動的意思是你的心不受境界影響 但是它是清清楚楚的 如如不動不是讓你得到藉口的 比如說 老闆給你建議 同事給你建議說 欸 對不起啊 你這雙事情做錯了 應該好好反省 反省 你不要這樣 我師父教我的耶 如如不動呢 唉唷 真是阿彌陀佛啊 你如如不動也體會錯的意思了 第二個呢 也用錯地方了 如如不動是告訴你的心不受外境影響 如如不動並不是告訴你的心變成很固執 不憋受別人的建議 真正修如如不動的人應該怎麼樣呢 人家講我們的時候 我們回來靜坐念佛想一想 我真的有錯嗎 錯就要改 因為我們不是聖人 若我們真正沒有錯 人家毀謹我們 你才放下他 你的心才叫清淨不染的 如如不動 對不對 還有一種人修如如不動 是嗎 怎麼拉也拉不動 家大老師 天佑來聽經 我修如如不動啊 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啊 我在家裡修就好了 我們家大來共修 自修跟別修是無二無別的 對不對 師父說當下就是淨土嗎 我幹嘛去佛堂咧 這都是耍嘴皮子的 聽好 這樣得不到佛法的利益的 對不對 再看下面 遇到讚美的時候 請翻過來 七十四頁 遇到人家讚美我們的時候 你也不要太高興 好 你就感恩 為什麼 凡事是無所求的 禪中講水過了無恆 什麼叫水過了無恆 舉個例子 現在拿一個水盆 我用我的手指上面畫花 畫完以後 你看喔 畫完我手指一拿呢 那花的形象就沒有了 你可以拿竹竿試試看 你寫一個字 佛字 有水橫 當你手拿起來或竹竿拿起來的時候 佛的那個字也不見了 這叫水過了無恆 這是修空觀的方法 心不要被外境誘惑 應當思維 這正是考驗我修持功夫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逆境容易覺察 瞬境要很小心 反而不容易覺察 因為逆境你覺得苦 你容易覺察 瞬境你會貪那個愛 貪愛那種舒服的感覺 進一步 當你的修持能夠少一分排斥心 或分別心的時候 你的心越來越清淨 就會顯現出佛法清淨的智慧 進一步在日常生活中 你也比較懂得如何拿捏尺寸 跟人家相處 假如你想想看 我們學佛的佛弟子 跟世俗人也一樣 你計較 我也計較 人家以牙還牙 我也以牙還牙 請問 淵淵相報何時了啊 小節 請看一下 74頁 所以 學佛的目的是 真正要求自己跟其別 要求自己跟別人 從煩惱當中得到解脫 這裡的解脫是從 從煩惱當中得到解脫 一般世俗人都認為佛法很消極 其實它是很積極的 為什麼 他因為不知道道理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就要再說一遍 就像呢 死人的唸死人的時候才唸阿彌陀佛 對不對 對不對 以前我們沒有聽到阿彌陀佛 48大院就唸佛 唉唷 老人家怎麼可以唸阿彌陀佛 不行啊 他唸了就很快走啦 他不知道 唸阿彌陀佛是無量光無量壽 老菩薩唸佛 壽命是會延長的 對不對 以前小時候我沒有學佛法的時候 鄉下的時候 聽到人唸阿彌陀佛就是要出病的 那我覺得對啊 死人的時候才唸阿彌陀佛 為什麼 沒有人為你講佛法嘛 所以他們一定認為消極 其實佛法是很積極的 這是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注意聽 對貪嗔之慢儀啊 不可以太積極啊 對佛法呢 對 對不起 貪嗔之慢儀 對於財色明石碎 貪嗔之慢儀啊 你要消極一點啊 對不對 反過來講 對行菩薩道六度波羅蜜 你應該積極一點啊 這樣子的話你生命才有意義嘛 所以也不要忘記 遇到如意的事情 要發願願一切眾生都滿你的願 遇到不如意的時候 你也要發願願一切眾生 要永離一切障礙 這個很重要 我再講一遍 一般當你呢 你今天生意做很好的時候 或你中了馬票的時候 你說哎呀你看 佛祖有保佑耶 那時候你要發願願一切眾生 都能夠滿自己的心願 也滿一切眾生的心願 那你都碰到別人不如意的時候 聽到家人發生意外的時候 你要發願願一切眾生都沒有意外 願一切眾生都沒有車禍 願一切眾生都沒有病苦 願一切眾生都永離身心痛苦的障礙 這樣子的話注意聽 你看到了車禍你要感謝他 為什麼 因為這個境界本來讓你發了大怨 我前幾天不是講嗎 對不對 生病去醫院是很痛苦 可是假如你去了醫院 你可以看到周遭的人比你更苦 而你在醫院會生起大悲心的話 那你病得很有意義啊 對不對 那個是連錢都買不到的啊 了解嗎 所以發願跟轉念頭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再看思念處 思念處修忍辱的內涵 在南傳北傳藏傳裡面是有不同的 南傳是以思念處的深受心法 比方說打坐的時候 盤腿腳很痠啊痛啊麻癢啊 流動了過了以後他氣通了 那個地方他就不會痛了 假如你不能這樣忍的話 請問你死亡的時候 四大分離的時候 不是更痛苦嗎 所以你反而要感謝痛痠麻癢 來幫助你訓練你念佛的功夫 接下來看歷史練心 我們在佛陀裡面佛教常說 人生有八苦 怨政會苦 在74頁第24行 我常常聽到很多蓮友跟我說 師父啊 我最討厭那個人 我實在最跟他沒有緣了 我就笑一笑 那我就反問他 怎麼樣才叫跟他有緣 然後他就說 他每次都講我壞話啊 我說他關心你啊 他每次就是故意找我麻煩啊 我說他就是故意考驗你啊 其實蓮友跟蓮友之間 注意聽 世界這麼大喔 你會常常說你跟他沒有緣 其實你跟他最有緣啦 你知道嗎 冤親 冤親啊 在一念之間啊 你知道嗎 對不對 真的啊 有一個蓮友來跟我講啊 我不要說誰了 是故事啊 他說他最討厭的人啊 求觀世音菩薩 沒想到觀世音菩薩給他做夢 原來他跟他過去就是男女朋友啊 而且還有三角戀愛關係啊 所以你認為最沒有緣最討厭的 其實多生多節是跟你最有緣的 你沒有神通 你沒有看到過去式 的確 真的是這樣 所以世界這麼大 你會在同一個國家 新加坡有這麼多的佛教徒 三十多萬人 你會同樣碰在一個佛堂 佛堂裡面呢還一起共修 一起研討 怎麼會沒有緣 太有緣了吧 這是真話 但是問題是呢 我們常常都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 你都覺得我就不喜歡他 其實他最喜歡你了 他生生日都跟你很有緣啊 其實有善緣也有惡緣 有親近的緣也有不親近的緣 比如說夫妻會在一起做夫妻 絕對生生日的緣很深 你會投胎到這家 做這個爸爸媽媽的孩子 你絕對跟他很有緣的 只是你沒有神通 對不對 你現在做他的小孩 搞不好你有神通 你看到過去式的時候 哎呀 你就是他的老爸或老媽 絕對會有緣的 所以不要說我跟這個人沒有緣 聽好 假如跟他真的沒有緣的話 你走在路上都不會碰到 請問你現在跟南非的首都 對不對的人 你跟他有緣嗎 沒有緣 的確 你連名字都碰不到 所以佛法講過去現在未來的 所以可見注意聽 修行的重點就是要想辦法去改變 現在不好的情況 除了要發廣大的悲心 願力去感化他之怪 關懷他的 見面的時候 請keep smiling 多保持微笑 希望轉變為善的真上緣 有很多人就跟我說 師父我跟他很沒有緣 我說對啊 看你這麼臭臭的臉 師父都覺得我跟你沒有緣 對不對 你明明覺得跟他沒有緣 你更要提醒自己 我要跟他很有緣 真的 好 我講一個我真實的例子 我在法谷山讀書的時候呢 我們住在學校三年 那在法谷山的體系裡面 有很多的出家種 比丘跟比丘尼 當時我們的學校呢 不是在金山 是在北投 然後呢 他們調來了一位職士 比丘尼 然後非常的能幹 也是聖言法師的弟子 然後呢 很奇怪 我就跟他沒有緣 因為我們比丘吃飯就在一起 他對其他比丘都非常的恭敬 欸 法師啊請用飯 法師請用飯 到我面前 新鴻法師請用飯 就走了 我想 欸 好奇怪喔 我就覺得好奇怪啊 我又沒有得罪他 這是真的我的例子 然後呢 我每次做好事呢 他都會誤會我不好的 然後他因為我們學生 我們學生吃飯的時候 我們住宿轉學金是免費的 但是聖言師父希望我們修福修慧 所以啊 我們學生要行堂 就是要去切菜 洗菜 然後每次輪到我來的時候 因為他是總管嘛 他就看 他就告訴你 法師你會切嗎 這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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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法師你辛苦了 我會切 你告訴我就可以了 不然你自己來切嘛 對不對 這樣切 那樣切 那樣切 他就站在旁邊一直唸啊 那其他我們的同學呢 可以接受 其實我自己在寺廟裡 我的出家師父坐下 我也住過大寮 我也會煮飯 我甚至一個人 可以煮三百個人的飯菜 我們是要被訓練的 所以呢 他就這樣子 就每一個人都要念 所以我就發現呢 他真的跟我沒有緣 後來呢 我就真正的呢 每天念佛開始回向給他 每次看到他呢 早的時候 欸 法師你好 他就說活去了 哎呀 我叫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很高興跟他打招呼 他就不理我 但他看到別人就說 嗨 你好嗎 讀書辛苦喔 要吃飽一點喔 需要什麼食物跟我們講 我想 其樂 他從來就不會對我這樣講咧 那我就開始懺悔 我覺得我一定跟他沒有緣 然後我就開始呢 看到他的我就回笑 然後他講什麼 我都說是 是 你知道 他是比丘你耶 我是比丘要聽他的咧 那到最後有一次 真正是讓我很感動 我足足這樣每天誦經回向的一年 我們每天都觀想 阿彌陀佛 大觀世音菩薩請你加持 我並沒有惡念 就算我過去跟他有惡緣 希望你加持我 我要改變 因為他很能幹 但是他有他的習性 然後呢 直到有一次 一年以後呢 他突然病倒了 病倒以後 我們就一個禮拜都沒有看到他 我就問他旁邊的法師 然後呢 我們就很關心他 我就寫了一張卡片去關心他 後來呢 我甚至呢 我回我的獅頭山 獅頭山上旁邊有賣蜂蜜 我就帶了一罐蜂蜜送給他 然後我說 法師 其實你很能幹 很辛苦的 假如呢 我的語言或是行為 對你不公信 讓你生煩惱 請你借我真誠的道歉 你為眾生真的奉獻很多 加油 加油 這個蜂蜜給你吃 他看到以後 非常的感動 從此他出門的時候 換他跟我 嘿 星空法師 你好嗎 我說 很好 很好 我就關心他 你好嗎 從此以後我們就變成好朋友了 你知道嗎 我整整修了一年的忍辱波羅蜜亞 這是真的 我寫的這些話 都是我真心在生命裡面磨練過的 不是只講好聽而已 你真的要從這個境界裡面去磨 後來我們真的成為好朋友 但是呢 因為他太能幹了 又被調到另外一個法骨山的體系裡 我們就很祝福他 其實他能力非常的了不起 很有才華 很有能幹 但是他也有他的習氣 那 越是跟他沒有緣的人呢 你應該越學謙卑的心 所以 靈友 你不要跟我說 你跟哪個人沒有緣 你最有緣 但是你一定要去面對這個境界 然後呢 我們講 冤跟親 冤跟親 最討厭的冤親在主 一轉頭會生生世世的好朋友 而且是同餐道友 所以從那個當中 那一年我真的很辛苦 我每一次呢都要呢 眼觀鼻 鼻觀心 做事情要很用心 看到他我也很真誠 他縱使對我不禮貌 我就想 哎呀 他太辛苦了 不要太理在他 所以 誰說跟誰沒有緣呢 我們三千大千世界 無量節裡面 跟很多都做過 父母 師長 親朋好友啊 接下來我教你的方法 請看幻燈片 講義上有 假如你認為 你跟這個人真的沒有緣 那你在每天念佛 誦經的時候 就應該觀想 他就在你旁邊 跟你一起做功課 比如你當念阿彌陀佛的時候 你就觀想西方三聖在面前 你有緣的在正邊 爸爸 媽媽 親朋好友 有人還跟我說 師父 我有時候觀想 爸爸媽媽是左右兩邊耶 因為有時候他對我很好 我就把他放右邊 不好我就把他放左邊 哎呀 真是太可愛了 不是 佛講右邊跟左邊 是一個表法 又代表正道 跟你有善緣的都做右邊 那你最討厭的老闆 講你八卦的同事 你常常說你是非的朋友 或出賣你的朋友 或導你會的人 統統都排左邊 為什麼 一起來做功課 這時候你進一步觀想 注意聽 觀想阿彌陀佛 幻障的光明照著他 不斷的放光也照著你 注意聽下面一段 看幻燈片 觀想他的臉 因為佛光照 本來是很真心的臉 慢慢變寧靜的臉 最後變微笑的臉 注意聽這一段 也就是當時 我在中華佛言所 一年的很痛苦的時候 我每天也是這樣修 一直修到一年以後 我跟他業力盡的時候 他生病的時候 我很真心關心他 所以呢 後來他病好的時候 看到我就先打招呼了 我們就談了 然後我也跟他道歉 他其實也跟我道歉 所以我們最後 就成為好朋友了 所以 真正的修行 你不要躲 躲是躲不掉的 逃是逃不掉的 有人會說 哎呀師父 你講得很好 那多麻煩 我不要理他就好了 錯 不要理他 來生意投胎轉世的時候 等起來你要做鄰居啦 真的 佛經裡面這麼寫 你看阿南尊者 被摩登前女度走的時候 他後來佛放光呢 照掉他過去 現在未來的時候 他才知道 原來他跟摩登前女 生生世世 五百世都是夫婦 天上在一起也是夫婦 在人間也是夫婦 做動物的時候 還是做夫婦 所以當他男女欲望 一碰到的時候 自然生理反應 就像磁鐵被吸住了 所以佛才用大佛頂手 扔岩奏去救他 我們跟人的緣是很深很深的 眾生無量 虛空無量 但是因緣果報 像磁鐵一樣 也是不可思議的 所以各位 不要躲 躲不掉的 假如躲得掉的話 那我們就大家一起躲吧 答案是不可能的 了解嗎 你要去面對 所以在同一家的人 緣是很深 在同一個公司行好的人 也是很深 在同一個佛堂修行的人 那緣就更深 應該好好珍惜這 清淨的 連有的法緣跟道緣 所以剛才那一段 觀想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你要常常練習 常常練習 練習完了以後呢 下次你看到他 你自然就會微笑 因為你真心的微笑 微笑三昧的這個慈悲心 會感動對方 所以對方呢 也會接受你 好 再看下面 維世四元 進一步而言 若以維世學來看 出現了敵人 請看75頁 第十一行 若從維世學的角度來講 當你出現敵人的時候 那就是我們修忍入波羅蜜 最好的條件 這叫做逆爭上緣 就清因緣來說 我們內心裡 應該常常的自我提醒 對外境不能有恨意 這很重要 而且常常要保持正念正知 就所緣緣來講 就是指我們對於 所遇到的敵人或逆境 常常要反恩感恩心 的確我沒有否認 當別人罵你的時候 你真的很痛苦 可是現在來講 你不要去責備境界 你轉你的念頭 你慢慢轉你的念頭 蠻男轉你的念頭以後 當你超越的時候 你就會感謝他來磨練你 對不對 舉一個例子 爸爸媽媽常常罵小孩 或要求他很高 說小孩常常念 我最討厭爸爸媽媽了 一直念一直念 可是當他長大的時候 才知道 哎呀 很感恩 那時候爸爸媽媽教我們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當下 你不一定會感謝他 但以後呢 長大了以後 你體悟多了 你真的會感恩他的 接下來 最後要不疲不厭的 接受各種挑戰 就算遇到再大的挫折 也不要被打倒 而長遠的堅持下去 這就是等無間緣 所以以上四元 要具足 修行人才能夠做到 力士練心 而修忍入波羅蜜 那最大關鍵 修忍入波羅蜜的念頭呢 就是念阿彌陀佛 念佛跟念咒 是最快的 而且是最重要的 好 接下來看 適心做佛 在當前全世界華人 大乘佛教的國家 很多人都喜歡西方極樂世界 現在我們就看看 忍入跟修淨土有什麼關係 看經文 75頁第23行 觀五量授佛經說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淨土法門之所以殊勝 就是因為 以現前的這顆凡夫的心 虔誠的念佛號 就是用你這顆凡夫心 你就可以念佛 而且並且仰仗阿彌陀佛的 萬德鴻鳴的加持 就把你這個凡夫的心啊 因為透過念佛 就轉為佛心 如果我說過 念佛不是善念也不是惡念 是佛念 你念私下善念 你將來就投胎三善道 你念惡念貪真吃 將來就做地獄惡鬼出身 現在你把念頭轉為念阿彌陀佛 佛念不在六道輪迴裡 在西方極樂世界的果報 所以念佛是真的很殊勝的 他有很深很深的教義 因為他深道呢 一方無法理解 所以無量壽經說 唯佛與佛方能究竟 再看經文 翻過來 阿彌陀經說76頁 必佛光明無量 造十方國 無所障礙 事故好為阿彌陀 表示 彼佛阿彌陀佛就是光明無量 阿彌陀佛就叫做 無量光佛或無量壽佛 光代表智慧 受代表壽命或福報 表示佛光能夠騙照十方 無量無邊的佛國土 沒有任何的障礙 所以叫做阿彌陀 請問 阿彌陀佛的佛光 造不造娑婆世界呢 各位造不造 造不造新加坡的講堂呢 對我們現在的寬季堂念佛社 造不造你的頭頂呢 請問你出了門他還造不造你呢 造 你睡覺的時候他造不造你呢 你洗澡的時候他造不造你呢 確定嗎 確定嗎 好 我很高興聽到各位微笑的說確定 好 請看 日本人造了一項叫做 三月阿彌陀 YAMAGE NO AMIDA 就是依照經文 阿彌陀佛騙照十方國 我沒有障礙的理念而構圖的 我非常的讚嘆 因為我們華人的世界也沒有 但日本才有 在大阿彌陀經說 阿彌陀 大阿彌陀經就是無量壽經 說阿彌陀佛的光明 可以超越鐵圍山 跟一切的山脈 所以在圖像學的表達裡 說阿彌陀佛從山裡面升起來 表示阿彌陀佛的光明 可以穿破一切的障礙 注意寫 一切的障礙化起來 把一切的障礙化起來 一切的障礙就說 你連你一切的障礙 你都可以摧破的 所以念佛的確有這樣的功德力 就像一登能破千年岸 你念佛真的可以 滅你無量劫的重罪的 因為它可以穿破一切的障礙 從山裡面升起來 而且旁邊有觀音跟士智 所以這就成為 三月阿彌陀佛的國寶 請看 幻灯片 中間是尾巴美 所以阿彌陀佛呢 從山裡面這樣跑出來 然後右邊是觀世音 拿蓮花 左邊呢是大士智合掌 你看下面的人呢 就是往生的人 旁邊還有 各有兩個四大天王 所以阿彌陀佛 它真的是像光芒一樣 從山裡面躍出來 對不對 那你假如在家裡念佛 你念佛念佛 有一天看到阿彌陀佛 從你的墻透出來 你應該非常非常的歡喜的 它可以穿破一切的障礙 所以會從你家的墻壁裡顯現佛像的 這叫山月阿彌陀 那因為這個在日本人呢 淨土中也非常的流行 所以山月阿彌陀呢 流行非常廣 所以它有好幾張圖片 請看 下面一張也是山月阿彌陀 阿彌陀佛跟廉池海匯的菩薩 從山裡面穿出來 所以欲光善生 你遇到這個光的話 你的善根會升起的 所以你雖然看不到 可是當你每一次念阿彌陀佛的時候 阿彌陀佛都放光加持你 你雖然看不到 但是它是發生的 它也是存在的 再看下一張 這是更莊嚴的 把它表成精化 阿彌陀佛威神光明 最尊第一 它從山裡面呢 它甚至是截手印 這樣子說法印 觀音跟世智呢 也是非常的莊嚴 你看 三尊金色的佛菩薩 西方三聖 從山的背後裡穿越出來 代表山月阿彌陀 這個在台灣跟新加坡 是看不到的 對不起 只有日本佛教的特色 當然我也很讚歎 因為它是把佛經的經文衍生意 而變成立體的圖像 這是非常讚歎的 所以各位若有機會去日本 東京 京都或大阪或奈良 應該去多多參訪 可以看到像唐朝一樣 非常壯觀的阿彌陀佛 對不對 不要只是去買日本的逛街 買了很多袋子 吃了很多就回來了 那太可惜了 應該去參訪日本的寺廟 好 接下來再看 76頁 修行的關鍵 所以這樣的概念 對我們一個修淨土的人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真正的念佛人 不是嘴巴裡只是念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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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而已 真正意念上 你要常常觀想 你從早到晚碰到的 人 事 物 都是阿彌陀佛變化所做的 阿彌陀佛是無亮光 騙照無十方無所障礙 換句話說 肯定的說 阿彌陀佛的確 照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也照我們的頭頂 那請問 我們這個世界 所有一切的人事物 是不是也在阿彌陀佛佛 佛光射授下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呢 騙照一切處所 不管他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他都照 舉一個例子 太陽 新加坡 對不對 太陽很熱的時候 你看全部都照啊 他不會說 華人我照 你是印度教 他就不見了 你是回教徒 他就在照 基督教徒又不見了 不會 佛光呢 太陽光一定是平等的 照一切眾生 縱使是下大雨的時候 午後雷正雨 對不對 他上面還是一樣照佛光啊 所以可見 注意聽 佛光片照是不但佛教徒 非佛教徒他也照 因為他有佛性啊 好 請看 日本的佛像 觀燈片 這就是奈良東大寺的 同住的 有兩三層樓高的阿彌陀佛 背後呢 有十二個光中化佛 是代表阿彌陀佛有十二個光 無邊光 無愛光 無智光等十二個名號 所以阿彌陀佛被讚嘆為 光中極尊佛中之王 再看他側面 你看多麼的莊嚴 對不對 所以日本呢 佛教也是非常的興盛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啊 淨土中有百分之七十 全國人都念阿彌陀佛 他們念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這是日文 就是南無阿彌陀佛 所以你看呢 這個佛像的旁邊 可以看到 他有十二個佛像 十二個佛像是代表 阿彌陀佛的十二個名號 你看 正面是這麼莊嚴的 那你想想看 假如現在你念佛念佛有 阿彌陀佛跟十二尊佛都現前的話 那保證你一定 上品上身去極樂世界的 所以真的要用功 用功 精進再精進 好 接下來再看 善觀自新 七十六頁 可是我們這個世界啊 有一個問題 有清淨也有不清淨 一般的念佛人 總覺得清淨的 才是佛菩薩變現的 請看幻燈片 你也可以畫下來 其實我告訴你真話 不清淨也是佛菩薩變的 你會說 哎呦 師父 不清淨怎麼會是佛菩薩變的呢 舉個例子 大乘佛法人都喜歡 拜非常莊嚴的阿彌陀佛 對不對 都是很慈悲 很寧靜的像 那我問你 觀世音菩薩 在魚且咽狗裡面 不是變一個鬼王身嗎 對不對 去渡阿南啊 阿南才問釋迦摩尼佛 才有魚且咽狗 請問那個鬼王呢 觀世音菩薩 所以你不要認為 佛菩薩都是一定 莊嚴跟清淨的 答案 恐怖的跟不清淨的 也是佛菩薩變的 因為清淨跟不清淨 都是空性的 所以藏傳佛教 才會有憤怒本尊 你要從這個道理去了解 奇怪為什麼 拉馬仁波切拜的 很可怕的神啊 或是護法 其實他也是佛菩薩顯現的 為什麼 舉一個例子 小孩子 你假如要教小孩 我們中國講 慈父跟爺母 爸爸跟媽媽 兩個人要配合好 一般來說呢 爸爸都很兇 媽媽都特別好 可是有些小孩 你每天對他好好 他就提到你頭上來了 是不是 你講什麼話他都不聽啊 有時候你要非常狠狠的 凶大一頓 假裝要打他這樣子 他就嚇到 那我問你 爸爸媽媽呢 現那個憤怒的樣子 其實是大慈大悲 為他好啊 對不對 所以佛菩薩 我可以告訴你 從清淨法身的角度來講 好的是佛菩薩變的 不清淨的 也是佛菩薩變的 這是真的 相信我 這有佛經根據 所以從這個角度 你開始注意聽 假如你這次聽到 阿彌陀佛48大院 開始真正要修 極樂淨土法門 你就要告訴自己 請看幻灯片 你這一生的好跟不好 都是種種因緣 也都是阿彌陀佛變出來來考驗你的 那你這邊會有個問題 師父阿彌陀佛為什麼故意要變不好的來考驗我呢 答案是順著你過去的業與煩惱 因為你過去無量節裡面都不是清淨的業 有清淨跟不清淨 當你清淨的時候 當然你看到阿彌陀佛是非常莊嚴慈悲的 來給你加持跟鼓勵 那你的業怎麼辦呢 不清淨的業與煩惱的時候 佛菩薩就會顯現逆境來磨練你 很多的念佛人都是壓抑自己 與強忍境界 想著 哎呀我怎麼這麼拍面啊 遇到好的時候就很高興 就把佛菩薩給丟了 遇到不好的時候就抱怨佛菩薩不靈 佛菩薩沒有保佑他 對不對 接下來事實上這樣的想法是非常粗淺的 你沒有你雖然念阿彌陀經 你念無量壽經 你沒有真正了解阿彌陀佛的法身 光明無量片照十方無所障礙 換句話說注意聽 從佛法修行的角度來講 尤其從淨土中的修行角度來講 這個世界的好跟不好 都是阿彌陀佛依著眾生的業緣 而變化所做的 舉個例子 西方極樂世界幹嘛幫人變小鳥 因為這個世界的人每天早上都喜歡去公園遛鳥 你到了極樂世界還是喜歡小鳥的 所以極樂世界變水鳥樹林 通通都是阿彌陀佛變的 那我問你極樂世界能如此 那這個世界的所有一切呢 當然也是阿彌陀佛變化而所做的 你真的要去聽這一段話 這樣你的念佛功夫會一要千里 你會任何一個境界呢 都可以幫助你念佛 而不是呢 你只是壓抑自己的念頭 然後我苦啊苦啊 我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看到境界來的時候呢 你還是很苦的 接下來再看 所以你應該轉一個念頭 真正想要求生極樂世界念佛法門的人 他遇到好的 他也知道了阿彌陀佛來考驗你 考驗你什麼 不要太貪心 遇到不好的吃苦 讓人家侮辱打罵 是順著你的業緣顯現 也是阿彌陀佛來考驗你 希望你在這一生當中呢 像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 經過千錘百煉 成就你的忍辱波羅蜜 不然 你哪有功德往生極樂世界啊 極樂世界這麼莊嚴 你是去不了的 那當然阿彌陀佛就會先在這裡 以你的業來磨練你啊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怨心要不退 請看 七十七頁 阿彌陀經曾經提到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去極樂世界呢 的確要有大善根 大福德大因緣 你這一生發願起要行菩提心 行菩薩道 不要認為菩薩道一切都順利的 請把這條畫起來 很多的老菩薩都誤言 我今天一拜佛 應該就全部呢 Everything will be perfect 或Everything will be fine Actually Everything will be not okay 我的意思是說 很多老菩薩都認為說 我現在拜佛了 都一定要很平安 一切什麼都是好的 沒有災難沒有好 錯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你的業跟煩惱沒有贊助 絕對呢 你越用功啊 會越辛苦的 不要認為行菩薩道一切都順利 真正用功啊 就有更多的惡源 為什麼呢 大家看下面 這個娑婆世界 本來就是五濁二世的業力所顯現 好的惡源呢 總是比 好的善源呢 總是比惡源少 所以本來就是有很多逆境 很多惡源 所以我們世間話不是常說嗎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請問逆源呢 講到它究竟處也是空性的 好 這是比較深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專心聽 不再講意義上 現在假如你想要種玫瑰花 你現在的Trinertown去買種子 那新加坡土地很小 有些家裡呢 比較好的有花園 你現在看就是撒種子啊 下去啊 開始澆水啊 有施肥啊 你每天就祈禱啊 希望我有給它 長出趕快漂亮的玫瑰花 對不對 結果一天 三天 一個禮拜 結果呢你想 請問玫瑰花會不會長啊 會不會 長一點點 為什麼 都長雜草 真的 剛開始都是長雜草的 玫瑰花還是長 那怎麼辦呢 你只好呢 繼續買一個剪刀去園藝園 把骯髒的那個雜草 不好的雜草 再剪掉 甚至連根把它拔除 然後再繼續施肥 然後再種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養分被玫瑰花吸收的時候 它就長出真正的玫瑰花 注意聽這個譬喻 這個地代表我們的阿賴耶事 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中有過去很多 善念跟惡念 就像土地 你現在一用功則矣啊 不用功則矣啊 一用功則矣啊 就像消水 其實你惡念也會長 善念也會長 了解嗎 不是通通都是好的 那惡念會長 所以很多人會說 師父為什麼我不用功則矣 我一用功啊 更生病更多 我說這是你的業 老實講 跟我也講 我今年呢 來跟你講阿彌陀佛48大院 本來是去年12月要來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因為在尼泊爾 然後泰國機場暴動 我又回來 你知道嗎 我回到台灣 我足足病了三個月啊 那也是我的業 你會說師父連你修的這樣 我們都業 對 那是我過去的業 我三個月裡面 我昼夜都在念佛 誦經啊 在準備這個講義啊 那也是我的業 我們每一個人過去 無量級都有業 該了的就要了 可是我告訴你 我雖然生病啊 可是我的念頭很清楚 我的念頭很親近 所以隨言叫消就業 是這樣解釋的 對不對 連我出家了21年 我的還大病一場 三個月啊 還好沒有死 我死的話呢 就沒人講阿彌陀佛48大院了 對不對 所以我發願呢 我跟阿彌陀佛講 我一定會來新加坡圓滿這個獎金的 但是往後言三個月 我知道也有了 連有很關心 甚至血信到喪禮精神 complain 對我抱怨 師父你讓我們很失望耶 可是我越晚三個月來 你看不是準備得更好嗎 我將近準備了三四百張的照片啊 跟這麼詳細的講義啊 所以好跟壞沒有絕對的 因為有業 所以你更會勇猛的發願 你若一切都很順利的話 你不會發願的 你不會精進的 知道嗎 這個才叫做 在這個會土修行的功德 但是在這個會土當中 你若沒有法的話 你還是會造惡業的 所以 聽好 就像這個玫瑰花的花圃一樣 長的是用 一定雜草也長 好的雜 玫瑰花也會長 但是呢 你要經過一端的考驗 所以各位連有 約是你念地藏經 剛開始的時候障礙很多 病痛更多 聽好 你那就是消夜的時候 繼續念 以前我的妹妹啊 有一段時間 被人家陷害 不太好 被人家告 然後關起來了 她很專心念觀世音菩薩 跟地藏經 你發心吃素 對不對 結果她念地藏經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 哥 旁邊窗戶有鬼啊 我說那個不是鬼 那是無毒鬼王的大護法 來保護你 不用管 繼續念 對不對 她就繼續念啊 念完以後就沒有了 所以了解佛法道理真的很重要 否則很多人都以為說 我現在拜佛啦 我念觀世音菩薩 我這麼精進又做義工啊 應該一切都順利啊 答案剛剛好 不是 好的佛菩薩當然會忽念你 可是呢 逆緣升起的時候 是在你了過去的業與煩惱 所以逆境啊 我們要感恩他 這是真的 對不對 就像我很慚愧的 我病了三個月 可是我因為三個月 我三個月更用功更精進 所以我今天有這樣的歡喜心 來跟各位介紹四十八大願 所以好跟不好沒有絕對的嘛 對不對 請看下面 請看 七十七頁 第十三行 但是假如你真的會用心的話 逆緣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他真正是阿彌陀佛無量光所變見來 成就你道業的 就像禪中的比喻 做捕團要層層脫落 你才能夠把你的席氣給磨掉嘛 不然你想要往生蓮花化身 哪有那麼容易啊 當然世界 在這世間的磨練呢 千錘百焰或千錘考驗呢 是有它的意義的 現在你想要去極樂世界 十方諸佛都要讚嘆你 不管你是上 中 下 三 倍 你不是都要經過千錘百煉 去廣大的善根 廣大的福德 廣大的因緣才能去嗎 為什麼你遇到逆境就退了道心呢 為什麼你遇到逆境的時候呢 你卻不相信佛菩薩了呢 很多人呢就是這樣啊 知見動搖了 請看七十八頁 舉例而正我就不用講了 你自己看 請看七十八頁 現在很多的修人 修行人 不管是各宗各派 尤其修大乘的佛法 進佛國土的人 遇到逆境的時候就會退道心 心裡想 哎呀 念二三十年的阿彌陀佛 其實進土是騙人的啊 你講這句話有幾句話啊 我覺得會很難過 第一 你對佛法並不了解 從這句話就知道 你學佛的水平很差 雖然你念了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在無量節啊 只是一兩秒鐘而已 第二個 可見你對大乘進佛國土的 信願行啊 沒有堅固的道信心 錯 不要這樣想 先要問問你自己 是不是遇到順境的時候 你覺得好 遇到逆境的時候 你就排斥呢 換句話說 當你嘴巴念阿彌陀佛 你內心的貪嗔痴啊 還是在浮動的 你並沒有察覺到吧 甚至呢 對好的東西啊 你還是產生執著 壞的東西 你還產生排斥 也就是說 心中 你好壞的排斥心 跟對立心啊 還是很強的 你念佛沒有真的念到 無量訣 你沒有體會到 什麼叫做 真正的無量光 跟無量壽的聖聲含義 所以聖聲含義裡面 講實話 我也是凡夫 有情眾生 我在家的時候 我們家也很苦 出家的時候 我也吃過很多苦 人家毀謊我 嫉妒我 看不起我 十兄弟呢 甚至還會潑我的冷水 我都吃過很多很多的苦 那是我的業 對不對 你在我臉上是看不到 歲月的傷痕 看起來我很年輕啊 對不對 沒錯 我今年四十三歲 人家看起來都說 我像二十五或二十八 對 我真的很用功 你真的看不到我 歲月的傷痕 但我內心裡 曾經過很多苦 所以我對佛經 體會比別人深 我講出來的 也會真心的去感動別人 但是我遇到苦 我跌倒的時候 都會鼓勵我 為什麼呢 一切皆是阿彌陀佛 變化所做 真的 這是我的座右鳴 我也供養各位 因為好的 也是阿彌陀佛 來成就我的 不要貪著 不好的呢 也是阿彌陀佛 送我過去的業與煩惱 來磨練我 讓我早日消業障的 那我更應該感謝 好跟不好的境界 都是來幫助我修行的 所以我發願 我這輩子 一定要出輪迴 去西方極樂世界 當我遇到好跟壞的事物的時候 我都相信 這是阿彌陀佛 變化來考驗我的 尤其是在末法時代 每當我發願要為一切眾生 做一張事情的時候 障礙就非常多 第一個生病了 第二個呢 障緣很多 第三個很多人 潑我冷水 第四個人嘲笑我 沒有關係 他笑他的 我繼續修我的 所以在這呢 滾滾的紅塵裡面呢 你就會越修越精進 越修越勇猛精進 好在這裡我供養大家 一段法語 這是你抄下來 這是講義上沒有 黃念竹老句是寫的 誓盡此生出娑婆 無生而生正佛制 請你把它抄下來 你可以站起來 就看不到 我發誓 我生生世世輪迴這麼苦 我這一生啊 一定要出娑婆 輪迴世界 因為輪迴太苦了 無生而生正佛制 無生是說我發願要求生 極樂世界正上品上身 無生乏忍 所以我為了要得到這個 無生乏忍的功德 我絕對這輩子要去極樂世界 你一定要發願我的神事 要求生極樂世界 有很多人聽到 當下就是彌陀 心境就是土境 他就不去極樂世界 這個很愚痴 因為你在這個世界 你如果沒辦法 騙共諸佛 你沒有辦法呢 不受輪迴的痛苦 就算你在這世界 行人間的菩薩道 你很精進 你還是要受生老病死的苦 對不對 天氣不好的 SARS來的時候 你還是逃不了果報的 所以在這個世界 能夠勇猛精進修行的很好 但是你若能夠發願 無生而生啊 將來往生的時候 花開見佛 會震到佛的一切種子的智慧 這是黃老居士 他自己寫的對聯 寫在他的古想集 跟新生錄裡面 就是說 這個是供養大家的法語 我再講一遍 我發誓 我這一輩子呢 生生世世在 娑婆世界輪迴 太苦了 我一定要這一生 去西方極樂世界 出娑婆世界 我念念要求生 極樂世界 正到無生法忍的功德 當正到無生法忍的功德 將來我就可以圓滿 成就佛的一切種子的智慧 一切種子是出自於般若經 所以當你退到新的時候 不妨念念這句話 想一想 輪迴真的很苦啊 我現在不精進 我現在只是享受放逸 來生我又要投胎啊 對不對 又要讀書 對不對 求學 又要找工作 結婚 生子 成家 立業 老病死 那不是很苦嗎 有很多人很好奇 師父你為什麼出家 我就是剛才看到這一段 每一個人都要結婚 生子 長大 讀書 買房子 找工作 結婚 生子 老病死 我想為什麼全世界不派一個人 做總代表就好了呢 為什麼每一個人都要買政府主屋呢 這麼辛苦啊 輪迴的話 你還是要受生老病死苦的 除非你爭到出地歡喜地菩薩 可是就算你爭到出地歡喜地菩薩 你的身心很境界 可是世界有災難的時候 你還是會受影響的 對不對 所以未來的眾生因為業的關係 你不要說有什麼 一個病菌 virus 病毒就可以讓全世界的眾生死 對不對 我們大家都重視環保 南極 北極 冰山都在融化 一個天災人禍啊 可以讓全世界都毀滅 所以建議各位看一部電影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天過後 對不起喔 聽我講經的 你會發覺我常常叫你看電影 因為你真的看了以後 你才知道佛話講的苦功無常啊 有很多好的電影喔 亂七八糟的電影不要看 我說過不要看鬼片 將來你變 嘻嘻嘻嘻嘻嘻嘻 你就會變鬼 華人很喜歡喔 晚上回來喜歡關起門來 然後看個鬼片 然後吃冰淇淋這樣子 不要看鬼片 看好的電影 你會讓你對人性啊 會生起體會更深 甚至會生起廣大的悲心 好 甚深的含義讓我再講一段 所以有人說 哎呀 師父你講得很精彩啊 可是你這是心理學這樣的自我安慰吧 不 這是真的 因為你不知道阿彌陀佛法身 無量無邊的甚深含義 所有諸佛的法身 都是盡虛空遍法界的 我們所有的念頭 與所有眾生的心 都在阿彌陀佛的一念當中 因為你體會不到這麼深 這麼深的境界 所以佛經裡面說 南無清淨法身 毘如遮那佛 每一個佛都能夠顯現 清淨的法身 各位 你跟我在座也都有清淨的法身 只是你缺乏對真實的信願心啊 信願心就像鑰匙一樣 打開你心中的這個寶藏 怎麼開呢 念阿彌陀佛 拜阿彌陀佛 念無量壽經 念大乘經典 這就會兼顧你的信願心 往往凡夫的嘴巴是念阿彌陀佛 但到遇到境界來的時候 你想一想 大部分的凡夫還不是先去 擲筊 看個八字 三十英國 對不對 在新加坡最流行就是 四馬路觀音廟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我真的嚇到 你知道嗎 老師跟你講 我想怎麼有這樣的法門呢 對不對 當然 那是准提菩薩的悲心 可是問題你內心裡要真正了解佛法 不是光去擲筊或看八字可以解決 假如這樣的話 釋迦牟陀佛還要講這麼多經幹什麼 每一個人都去擲筊不是就好了嗎 對不對 每一個人去看八字就好了嗎 好 注意聽 所以從這樣的行為表現出一個強烈的訊息 就是你遇到逆境的時候 你覺得阿彌陀佛還比不上一個算命的師父 不是這樣嗎 所以你哪有信願心呢 老實說信願心很薄啊 像早上的露水 太陽一照 露水就不見了 既然大家現在知道西方極樂世界甚深的含義 那你就要從內心裡深處跟見解上 徹底的改變過來 所以真實的心歸一 我會有這麼大的信心 很多人歸一看七十九頁 對不對 嘴巴講講 境界來的時候 不管重病的時候 或業力或魔障現前的時候 你真正相信佛的力量嗎 佛的力量一定大過魔 講到究竟處佛跟魔是不二的 先不用講那麼深 但是起碼你心裡想 我把生死置之於度外 對外面一切的中間 我都捨了 我就相信極樂世界 你就等極樂世界現前 所以在靈命中的時候 你什麼東西都不失了 你就等極樂世界現前 當你一念真心升起的時候 恭喜你 前面你就看到西方極樂世界的雲端就現前 你就看到了西方三聖在你的面前 然後你就聽到天月明空 異鄉滿世 就恭喜你 你這輩子往生極樂淨土了 所以真實的叫心歸一 從哪裡來 兩個方面來 深入法意 也就是深入精葬 還有精進實修來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能講得太清台 留一點明天再說 所以明天是從七十九頁的觀照立講 講完以後講到八十頁 接下來因為我們講座剩下兩天 所以請各位翻開講義 第十二頁 明天講完八十頁以後 我就會講十二頁 蘇東坡的轉世到明朝 元宏道先生寫了西方和論 而往生極樂世界 我們講了這麼多四十八大院 三倍九品往生的因果道理 真正的實修怎麼樣呢 我會在十二頁到十五頁把它講完 所以請你預習十二頁到十五頁 我不會一個一個字講 我會講重點 然後舉例子來跟你分享 所以明天盡量講多少都算多少 我也回答問題 那回答不完呢 最後一天還有時間回答問題 我想這一次阿彌陀佛四十八院的講座呢 就應該阿彌陀佛 真語快要圓滿了 請看幻燈片 這是極樂世界 與八大菩薩 這是藏傳佛教的探卡 那中間呢就是報生佛 旁邊是八大菩薩 你注意看阿彌陀佛的底下 在雲端的地方有一個站著小小的佛 那就是畫佛來接它 下面有一個彩虹 那很多的出家人就順著這個彩虹 而被阿彌陀佛的畫佛接引 然後就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顯教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其實密教有很多人也是修阿彌陀佛極樂淨土的 這次是陰佛的地方 但是我們先來接近 是陰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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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陰佛的地方 是陰佛的地方 有陰佛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